2. 论果 因此不论给予检查结果 何种病因及病名 不过都是聚果的不同特征 加以定义命名 以含在果中不再另类 好 这里论果 刚刚已经在图表里面都有显示了 果指的是你们还记得吗 疾病 疾病有分症跟状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衰老 衰老有分什么 异常形态跟异常指数 这些异常是指西医检查出来的 好 那他们的原因都是由谁造成的 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仪器检查出来的果 是果 绝对不是因 因体伤跟热能不足 能不能检查出来 那个是抽象的 绝对检查不出来的 体伤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 包括中医你看穴位 他们需要去检查 穴位什么 他们最后有没有结论 那个是造不出来的 那个是造不出来的 好 所以 他们检查出来的 不可能是检查到因 都是检查是什么 果 所以不管他们给这些结果是 给它是病名也好 或病因也好 其实都是具他们检查出来的 这些果 不同特征 加以定义命名 所以以含在果中 不在定义 也就是他们怎么说 到最后西医谈的 都是果 从果治病 所以我们就很了解了 原来为什么西医说 头痛治头 脚痛治脚 它不可能头痛治你的脚了 从你的按你的脚 来解决你的头痛 不可能这样 好 那我们先把果做了这样解释 我们进一步来看下面的内文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是 疾病与衰老 指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 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 疾病不论表现为症或状 历来的习惯 都一概统称为症状 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 好 到这里 我们来看 疾病 它呈现在外面的是症状 那衰老呈现在外面具体的是什么 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那问题就出在这个症跟状 以前古代有没有分 什么叫症 什么叫状 没有 但原始点知道 这些症状它真正的因是 由体伤引起的 那体伤又分他处体伤 以患处体伤 不同来源啊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症状 你必须要进一步再把症状 谈清楚 所以原始点就进一步 古代症也好 或状也好 他们都一概说症状 那原始点认为 症跟状是不能混淆的 一定要分清楚 这个会影响到后来的治疗 所以我们再看下面 正因如此 原始点将症状再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指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状指体表组织受损 且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 就可从果推因 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 完全不需仪器检查 好 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原始点知道 这些症状有不同体伤来源 所以一定要分 那症这些不适感 比如说疼痛酸麻痒 功能紊乱 比如咳嗽气喘 腹泻啊 甚至还有白带啊 板脊子这一类 体力虚弱 行动持缓无力啊 吃不下饭讲话无力啊 这些都是体力虚弱的表现 好 那壮指的是眼睛看得到的 比如组织受损或破皮流血 好 这些可不可以看得见 感受得到 都可以 所以通过观察这些症状 你就可以从果推因了 症不适感 多属他数体伤 那状必属患处体伤 这些就可以分出来 从果推 然后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 所以如果从症状下手 要不要仪器来检查 不需要 这已经点出了 原始点 因为以症状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作为症状诊疗对象 那要不要仪器检查 完全不需要 所以他跟西医的走的方式 也完全不一样 这里已经可以确定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此外通过观察体表的种种变化 如果出现发白 秃筒 面皱 老年斑 弯腰驼背 高低肩 长短腿 关节变形 显然 他们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这些体表的变化 并非疾病 而属衰老 同理 体内的变化与体表相同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通过观察仪器检查的影像及数据 若体内有组织受损 如气胸 骨折 肌腱断裂 脑溢血 胃出血 溃疡 发炎 粘黏 此西医体内之疾病 虽于体表的状 同属组织受损 且皆由患处体伤所导致 但因其需要仪器检查 故不能称为状 若体内有异于之前正常的形态与指数 原始点则一概统称为异常 并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好 我们刚刚其实一路叙述就是 体表的变化有分怎么样 疾病也有分衰老 那疾病它具体表现在外的就是 症跟状 那衰老呢 就是它既非症也非状 比如说 白发 脸皮皱 弯腰驼背 长短腿 高低肩 老年班 这些都是怎么样 不是症啊 也不是壮 所以就可以确定是衰老 那体内也有这样的分法 体内它需要通过仪器来检查 你眼睛是看不到的 那仪器检查出来的影像或数据 就有分哦 如果检查出来 比如 胃出血 脑出血 肌腱断裂 这种种的 都称为怎么样 我们来看这里举了很多 上一页 上一页 气胸 骨折 肌腱断裂 脑溢血 胃出血 溃疡发炎 沾脸 这系列 都是属于怎么样 组织受损 好 那这些组织受损是疾病还是衰老 当然是疾病啊 体表也会有出血 出血就是属状嘛 但这些体内也会有这种问题产生啊 也有疾病 好 那同样的 这些疾病 我们就有分了 我们看下一段 这些体内的疾病 以体表的状 都是属于怎么样 组织受损 对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们都 由患处体伤所导致的 这个也是相同 但问题来了 状 要不要仪器检查 症状要不要仪器检查 不需要 但体内的组织受损 要不要仪器检查 要 所以 但因 体内疾病 这些组织受损 因要仪器检查 所以 能不能称为状 不能称为状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意识是怎么样 他们还是一样疾病 那这个疾病是由 西医创造出来的 简单讲要分 那如果说 你不分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以后的症状 都要仪器检查 但问题 古代的症状 都不需要检查 古代也没有仪器啊 那我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是先有医生 还是先有病人 是不是先有了一个医生 那医生说你怎么病了 你才病给他看 是这样吗 还是说你们病了 然后要去找专门的 那你们病了 要去找医师 那你们表示怎么样 你们生病 你们自己知不知道 知道嘛 那为什么你们会知道 因为症状 可感可见 完全不需要医器检查 比如当你感觉头痛了 你就知道你生病了嘛 当你呕吐腹泻的时候 难道你还不知道你病了吗 当你行动迟缓无力了 面色苍白 然后讲话有气无力 甚至水肿 怕冷 发抖 这些是不是病了 当然是病了 那 到了破皮流血 皮肤起了疹子 会痒 症种种 是不是病了 当然会啊 所以古代的生病 症状 他们 本身就可以感觉得到 然后就知道要去找医生 所以症状是 不需要医器检查 但 体内的 要不要医器检查 要啊 所以他不能称为状 他只能说 他们都是疾病 但 患者自己知道的 这个呈现在身体的 可感可见 叫做症状 那不可感不可见 需要医器检查 虽然也是疾病 我们也同意 这是属疾病 但不能称为症状 要不然如果一搞混 以后的症状 都要医器检查了 那不是又把 原始点搞成怎么样 需要通过医器检查 才知道你有没有生病 就像你们一样 你们自己的健康 你们知不知道 知道自己健康 然后 或是知道自己生病 不需要通过医器检查 就能知道 请举手我看一下 那没有举手 代表什么意思 要医器检查 才知道你是健康的 请举手我看一下 才知道你是健康 或生病了 请举手我看一下 只有少数几个啊 好 那古代不需要医器检查 就知道我有没有生病 你们现在有没有生病 你们却需要医器检查 那这个 这个等于 两个不同体系 造就你们有不同的思维 古代是不需要的 现在你们反而要 对不对 所以 我也告诉 简单的讲 古代的脑中风就好 中风我们谈中风 古代称为脑中风 现在西医说 为什么会中风 是因为他们检查出来 脑有出血 要不然就是脑有梗塞 你才生中风 那古代没有办法 用医器检查 所以就用风寒鼠尸造火 那个 你是中了风 所以才会产生症状 因为体内是看不到的 但你有这个症状 那就是生病了 所以他们的讲法是不一样 那古代有没有肌腱断裂 这个词 古代有吗 绝对没有啦 肌腱断裂那很细啊 足脂 那个是看不到的 所以 看不到的 古代没有这些病 那而且除非他已经表现出 很痛 那就是有症 但他绝对不知道 他是组织受损 他绝对不知道 那这个要靠怎么样 原始点 因为你如果是组织受损 然后影响到那个痛 你按起来 患处体伤引起的 那你揉起来是没有效 那这就是时候 你就可以判断 里面也很可能 有组织受损 所以原始点 他本身已经是一个诊断 他可以不需要仪器 就可以完全诊断出来 从果推因 所以是两套不同的体系 所以这里一定要去 区分出来 也就是 这些仪器检查出来 即便是疾病 也不能称为什么 症状 因为古代没有这些 体内的疾病啊 那你如果把两者混淆 那是不是症状 也要仪器检查 这些就 所以我们这里 特别要强调这一点 好 那异常方面 我们再看 原始点 如果有检查出来 异移之前的正常 形态与指数 这些都是经检查的 那原始点 统称为异常 所以异常分为 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那 全面检查出来的组织受损 是属疾病喔 那这些异常形态也好 异常指数也好 是不是疾病 下面就要说明了 我们看下面 异常形态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即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异常指数 只是抽象的数据 其本身既非正 也非壮 也不会造成体伤 与疾病症状完全无关 所以这些体内的异常 并非疾病 而属衰老 好 我们这里已经 帮西医做了一些结论 也就是 他们检查出来 确实有一些疾病 但也有一些检查出来 根本跟疾病无关的 现在在谈的 就是异常形态 就不是了 因为他也不是症 还也不是状 所以就可以确定 他不是疾病 你疾病表现出来 一定要有症 要不然就要有症 他都不是 所以以我们过去 没有仪器检查的 我们自己就知道 我们有没有生病的 标准来看这一场 那就可以确定 这个不是疾病 然后更进一步来说 异常指数就更扯了 异常指数 它只是一个 抽象的数据而已啊 它本身 不但不是症 也不是状 根本也不会造成体伤 所以 它跟疾病完全怎么样 无关 简单的讲 什么叫指数 比如血压高 我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然后 还有一些 癌指数 什么功能指数 这种种的 还有再来什么 钙离子 甲离子 有的没有 一系列检查 那个都是 一些指数 那这些指数怎么样 竟然跟疾病 完全无关 它只是一个抽象数据 抽象数据 就是一个讯号而已 它怎么会造成你体伤呢 而导致疾病的产生症跟状呢 它是果啊 不是因啊 所以 简单的讲 很多是抽血 来检查 异常指数的 这些在我看法 根本是 已经走偏了 完全走偏 而且跟疾病的治疗 完全是无关的 简单的讲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天气 冷热 我们都会用温度计来测试 来看得到 然后温度计的高低 代表环境 造成影响它的指数 对不对 是由环境引起的 不是因为我 这个 这个因为温度计高 那天气就变热 不是这样 了解吗 温度计低 那外面天气就变凉 所以 它跟外面的 环境是 它不能说 是 这些环境的因 它能测试出来 但西医就是 玩这个异常指数 比如说 你外面温度很高 那 温度计就会上升 那它们怎么处理呢 它们就用一块冰块 然后在温度计下面 用一用 然后温度计自然就什么 降下来 但外面环境还没有变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温度降下来 它说 我已经把你治好了 那治好了之后 冰块融化了 好 天气还是一样热 然后它温度还会不会上升 还是上升啊 然后它说 没关系明天再用冰块 它再用 又有没有降下来 又降了 高血压糖尿病 它们就是这样玩 那到什么时候 这个温度计 不用冰块它就会好 除非你的病好了 但是你这样一直玩 环境不会变的 所以你玩一辈子 你也不会好 也就是你这个 体质不会改变 所以玩到什么时候 你这个糖尿病 还有高血压才会好 玩到那个了了还不会好 就像那个玩温度计 我是用这样来比喻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那个异常指数 就像在玩温度计 那个跟疾病的症状 跟外面的环境体质 完全是怎么样 不相干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最扯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 好 那这个异常形态 我们下面 也会进一步解释 我现在只是 把第一段稍微这样解释 我们继续把后面念完 总而言之 不论是体表还是体内 老病的分辨 皆取决于症状之有物 而医学要解决的是 疾病的症状 并非衰老的异常 所以这里做总结 也就是体表 它有分老病 体内有没有老病 也有老病之分 也就是西医检查出来 很多是老 不需要治疗的 因为医学要治疗的是 病不是老 那你怎么来分 很简单 取决标准就是 以症状作为标准 因为症状古代的人 一生下 生下来之后 然后你有没有生病 自己就可以感受 得到 就是以症状作为标准 那同样这一个标准 来衡量 现在所有的身体 你的身体 古代的身体 跟现在的身体 也不会变到哪里 这个标准是不会变的 放出四海而皆准 那你用这样 就能够看到老跟病 体表是这样判断 体内也是 所以异常 我们就可以分出来 原来体内的 也有组织受损 是属疾病的 但也有分出 异常形态 还有异常指数 那是属于衰老 那我们就可以分得出 老病的分辨 好 这是 我讲到这里 这样你们 老病会不会分呢 好 这样医师可以提问吗 可以 好 请坐 其实异常指数 也是这样 所以 有没有疾病 我们是以症状来分辨 好 那我们先把第一段 做这样的结束 我们继续看下面 症状 中医与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为了理清症状的体伤位置 原始点 将症状再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的不适感 如疼痛 酸 麻 痒 胀 闷 刺 晕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坠感 多数他处体伤所致 好 这里我们先把第一段 先讲 讲解一下 上一页 症状 这里先点出来 我说症状 一定就是 患者自己知道 那这个中医 在处理 就是处理症状 那原始点也是 所以 中医与原始点 从因治病 是以症状 作为诊疗对象 就诊断跟治疗的对象 为了厘清症状的体伤位置 他们到底是由 患处或塌处体伤引起的 所以 原始点将症状 再细分为症与状 这是原始点 不是中医 就开始把症状 细分为症与状 中医没有分 症也是症状 状也是症状 那原始点 为什么要分 因为 要 为了要把症状的病解决 然后 也要厘清 到底症跟状 差别在哪里 所以就有必要分 是这样来的 好 所以我们下面 就开始来细分了 我们来看下面 好 这里症 第一个指出来的 不适感 那我们这里就具体的讲 什么叫做不适感 疼痛痧麻痒这样 这里多数差处体伤 所致 意味什么呀 这些不适感 你只要感觉不舒服的 最容易治疗 也就是你只要找到开关 按了 它就可以解决 这个叫做症的不适感 好 我们进一步 再来看下面 症的功能混乱 就进一步比较明确的 有一些身体的变化 那这里还有 挤了很多了 那这里有可能是 他处体伤 也可能是怎么样 患处体伤 意味着什么 这个一定要变 一定要按推完 按了有效 那你就可以说 比如说流鼻水 我们说耳聋好了 耳聋 你耳朵听不见 或是听了声音很微弱 那你有可能是患处体伤 也可能是他处体伤 那你要不要先按推 因为我们的原始痛点 按了 把开关按了 如果是他处体伤 按了 就像电灯 我刚刚举的 按了一定会亮 按了不亮 就知道他是怎么样 患处体伤 那耳聋是 很难治的 对吧 那也有是他处体伤 虽然他有可能患处体伤 你没有按 你是不能确定 这个我们来放一个案例好了 耳聋的案例 免带注听器案例 一战耳机于50年 2018年10月4号 原始点志工按推我的头部 奇迹发生了 我再也不用带注听器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大家好 我是红玉好 我是要带耳机的 我从小的时候 大概是小学一连级嘛 已经开始要带耳机了 要是不带的话 我听不到人家讲话的 10月4号的时候 他们开启帮我做 之后 做的时候 就太痛了 差点也受不了 但是做完之后 我可以听到他们讲话 不用带耳机哦 第二天 我再来的时候 照顾会更好 我更清楚 跟平衡人一样 不用带耳机跟他们对话 好开心啊 好感谢 你好 今天有烧香吗 今天还有烧香 哇那么有 看没有带耳机啊 看好了 看好了 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么新意 我也不敢讲 因为他有分患处体相跟他处 那你一定要先按才知道 我也有一次在疫诊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患者 也差不多10年的耳聋了 也是听不到 人家讲什么 他 结果按完了 跟他讲什么 他马上就有反应 这个我也遇过 但不是每个人都按了一定会尘 所以有可能是怎样 患处体相 也可能是他处体相 但如果没有原始点 这个我告诉各位 不要说50年 继续下去他也一样 不可能改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症的体力虚弱 症的体力虚弱 显示热能严重不足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暴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高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好 也就是这里显示出来的 几乎是怎么样 患 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一定要用内外热源 你按推是 很少会好的 刚好跟 症的不适感 相反 那这样的分法 你看 我们这样分这么细 对大家的处理方式 就会帮助很大 也就是当你疼痛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想到 这个要去吃药 还是先按推啊 啊 你绝对不会去吃止痛剂 因为痛的不适感 多数怎么样 他处体伤 也就是找开关 按一按就好了啦 那如果我没有这样分 你们很可能就吃药 那中医没有分 也是一个问题哦 你疼痛了 照理应该是先针哦 找开关针 那针了就可以解决了 结果很多中医师 现在也没有这个概念 他会先开药给你啊 对吧 那开药要解决开关 是不一样的概念啊 所以你要把疼痛吃到好 很难啊 我举一个例子 手指痛 这里手指痛 痛多数他处嘛 那开关在哪里 在这里 你只要这里按 不到一分钟 这里疼痛就可以 立刻改善 但如果他不知道 痛多数他处体伤 然后就开药给你吃 你要吃到 身体体质改善 到这一根指头不痛 要多久 非常久 甚至就好像那个耳聋 你要吃药 它只是一个底伤 你有揉开了 它就好 没有揉开了 你吃什么药 它都没有效 那吃了50年 还是没有效 我相信他都应该 有去找医生看 不只带注定器 那吃了为什么那么久的药 没有好呢 因为他开关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分 你怎么处理呢 所以 这里为什么要分类 就是因为 症跟状 它有不同的体伤来源 你归类了之后 你容易处理 然后还有就是 对于初学者 比如说疼痛 每一次被他揉 都说 哎呀 这个疼痛都患处体伤引起 我们就知道 他揉的有怎么样 有问题 因为每个揉的 都应该改善 因为多数他处体伤 就是十个 有八九个以上揉的 都可以改善 每次揉了 他都说 大部分人都是患处体伤 那表示他怎么样 揉错位置了 你也可以从这里 就可以感受出来 所以这里 他本身就已经是 归类 有诊断的味道在 还有治疗 两者结合在一起 好 那这样分类 对于我们治疗疾病 容易不容易 就非常容易了 也就是 如果说中医或原始点 是以症状作为 诊疗对象的话 那这样说来 这里不就是 中医要解决的吗 那中医又没有分类 所以他三大疗法 他或 今天你去 他可能给你要 也可以给你增 但他标准在哪里 没有标准 那原始点 这样分类就有标准 就已经先告诉你 当然要精准 还可能要配合按推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症的体伤位置分类 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其准确位置 还必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为 他处或患处 绝不能单凭感觉或目视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目视即可分辨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肿胀 破皮 出血 目视 口疮 钉疮 褥疮 溃烂 烫伤 化学毒液灼伤 青春痘 红疹 湿疹 蟻麻疹 汉包疹 牛皮症 异味性皮肤炎 属患处体伤所致 这里 状很简单 要不要变 不用 眼睛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状是这样 那它一定是怎么样 患处体伤所致 这个也 你只要看到这些病 你不要靠按推 按推是好不了 这些病一定要怎么样 靠怎么样 内外热源 才能完全修复 所以这里已经起了怎么样 你讲完 症状的治疗原则 已经都分出来了 你已经有一个概念 简单的讲 这里的中医 很多的病 这里有了个 这样的概念 它一针二丘三用药 它就可以很明确的 来用 但中医没有分啦 所以现在 它没有标准 所以你去哪一家 对一个痛 也可能帮你针 也可能帮你用药 然后还要变体质 那就复杂多了 好 那为什么要分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我们看下面 这里将症与状分开 即是为了指出 状消失后 症未必能解除 反之 症解除后 状也未必会消失 譬如肿痛 常见由肿消而痛未止 或痛止而肿未消的现象 此意味着果不生果 即正痛不生状肿 状肿亦不生正痛 究其原理 痛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肿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由此观之 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且两者皆属果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症状会不会生出 另外一个症状来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这里有没有清真痘 又加上痒的 有没有 真的啊 那你痒不痒 你现在痛是吗 太好了 出来 好 那我们来证实 你现在哪里痛 那为什么他会痛 你去挤对不对 轻轻的捏都会痛 你看轻轻的捏 他就会痛对不对 他认为他刚好有一粒 也在痛 那我们来做做看好不好 往上做 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 那我揉完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不会好 因为他痘痘有没有消 不可能立即消了 有没有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痛啊 哦 好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好 那来 你慢慢起来看看 你再捏捏看 那个感觉 好八层 好八层哦 对啊 脖子肿案例 你肿在哪里 这里是吗 好 那你觉得这里肿又痛吗 好 好 整 整骨下瘾 我看看 这里是不是很痛 你忍得住吗 还可以吗 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哦 尤其这一点 它这里哦 最痛的点是这一点 你看 我轻轻一碰 有没有 它就开始叫 你现在再摸摸哦 你刚刚说的肿这里 还痛不痛 不痛了哦 摸一摸一摸 你摸一摸一个肿 好 好 好 怀肿案例 有没有看得出来 又肿又痛的 有是吗 你哪里肿痛啊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来 因为 这里也肿嘛 这里我看 全部都肿 现在还太痛了 到哪里 现在是我走路还会一摸一摸就 最痛的是这边跟这边 这两点是吗 这两点最痛 这边还在走 那我们现在来做好不好 痛不痛 还好 还好哦 那这里呢 那边比较痛 哦 这里也比较 那表示这里比较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帮它舒缓一下 好 那你再走一走看看 那个感觉 你跟大家讲一下 原来这边是很紧 然后现在比较酸 比较柔柔 痛也减轻了 痛也减轻了 好 简单的讲 它那个肿痛 它是两个症状 然后刚好在同一处出现 但一般如果没有原始点 分得那么清楚 我们就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讲 它脚踝肿跟痛 西医一般脚踝肿跟痛 它们也认为是一个症状 所以肿痛它们都要怎么样 冰敷 对吧 那为什么要冰敷 因为它认为 它的痛就是因为 它肿起来引起的嘛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 果生果了 我们就是说 肿会生痛 但事实上 肿是由组织受损引起的 对不对 必属患处体伤 那痛呢 是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 有没有 所以它是两个怎么样 症状刚好在一个地方出现 是两个不同的症状 一个是来自于他处 一个来自于患处 所以我按他处的时候 我按屁股的时候 是解决他处还是患处 他处嘛 所以我按完的时候 它痛就好了 但肿有没有症 没有 那就证明一件事 肿会生痛吗 不会嘛 因为它不同的体伤位置嘛 所以肿跟痛 其实是不同的果 果与果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但你看 这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西医也不懂 中医也不可能知道 因为他没有把它分出来 他也不知道 这是从不同底相来 那肿药怎么样 温敷 那这样就又看出 西医的一个问题来了 组织受损是热能不足 引起才会组织受损嘛 你要修复 一定要堵冲热源嘛 温敷还有喝姜汤嘛 那西医反而冰敷 那你就知道 它根本是 没有这个完全热能的概念 也没有他处体伤的概念 那这个肿痛对他们来讲 是很难处理的 即便你冰敷暂时好 感觉比较不痛 但是是解决不了 而且会把那个病 拉得更长 那这样的案例随处可见啊 你看那个脖子也是一样 它痛跟肿在一起 结果它的痛 我按这里就好 表示这个痛是有什么引起的 他处引起的 那肿呢 一样嘛 是患处本身嘛 所以 这意味为什么 他们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而且正义状可由不同品箱来源 对吧 这个已经可以确定了